現在有個新的訊息 我們從這張圖看最清楚 這是台海 台海不斷在軍業 不斷攻擊落台 再往北邊一點 就是日本攻攻海峽 也不斷軍業 不斷落台 這邊是南海 好 這邊南海 南海這邊也OK 也不斷在軍業 很多衝動 我都習慣 現在連阿拉伯海有沒有搞錯 連阿拉伯海他們都在軍業 這怎麼一回事 這個基本上 坦白講 人家美國愛生豪航空母艦戰鬥群 阿拉伯海 人家是愛生豪航空母艦戰鬥群 直接穿越書一次 來到阿拉伯海對不對 要監控是什麼 赫姆斯海峽 伊朗 因為現在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越來越大 而且可能控制不下來 而且伊朗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美國要過來 告訴你說伊朗不要亂動 伊朗你不要把你的幾個兄弟 什麼真主黨 什麼南夜門 敘利亞這邊都進來捲入 所以美國要威懾 中國怎麼辦 鞭長莫及對不對 但是他也告訴你說 兄弟 我也在 所以他們現在跑去軍演的五艘船對不對 中國派哪五艘 他們是洞五二 洞五四 還有這些護衛艦對不對 還有武器艦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因為中國以前就要證明說 他也有海上遠航的能力 所以自從雅丁安海盜之後 他們已經派去了 這是第46 第47 那既然伊朗出世 聽說美國要來了 所以他雖然打不過 你怎麼可能打得很苦還是很好 只要露個臉 露個臉 給誰看 是給那些我的伊朗的穆斯林兄弟看 我也在 那其實也是對美國嗆聲 因為如果你真的對伊朗動手 我在這邊表達中國不希望你干預伊朗的太常 剛剛一路討論下來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整個台灣內部的選舉 有濃濃中國介入的感覺 可是中國介入的地方不是只有台灣 中國連柬埔寨都介入 今天有個新的新聞 柬埔寨的中支軍港 長大了 先前的一些狀況你要先講出來 第一個是 我們的入委會前兩天公佈了一個情思報告 就是中國最近不是有山東艦什麼出來嗎 有一些軍區經營 工國海峽在我們台東外海 他們的做法叫做封控 什麼叫封控 就是美日無法來持援台灣 另外一個呢 那美國還有一個地方可以來持援台灣是什麼 繞過馬六甲海峽第五艦隊上市的時候 是不是從南海這邊就直接過來了 所以一個封控是什麼 對中國來講 南海如果它能夠直接的更強烈的控制 你說中國比如美軍要協助 馬六甲海峽大概在這邊 它就非得從馬六甲海峽這邊過來 繞過那個馬六甲海峽 這邊過來的過程中 就剛好變柬埔寨這個漁漁海軍基地 所以南海它要控制住 所以你會記得上次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它不是兩艘嗎 一艘就是從第五艦隊繞過來的 所以它要把南海更強烈的封控 因為在東海 台海這邊 有美國 有日本 有澳洲 它要那麼強大的拿是不行的 他們最近還因為要去拜席會 他們最近的兩個軍方還出來講說 美國的軍機在過去半年 曾經抵禁偵查他們2000多次 結果一下軍用的偵查機 美國的他們的一副尖16去尾追 立刻搖尾之後 五分鐘之後人家又跑掉了 沒錯 偵查機的性能比尖16強 他們在承認什麼 他們其實承認東海南海 東海台海是有問題的 然後一個大隊長是說 曾經在直接的碰到了F-16 尖16碰到了F-35 他們以為F-35是立中的 是快速踢門的嘛 沒想到逼近之後 立刻的反過來 機動力比他們還強 直接咬住他的尾翼 還是美國的F-35比我們想像的強 那所以他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邊他沒辦法完全掌握優勢 但少斷掉美國從南邊過來 這個就變成是他不要被兩邊夾擊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雲朗這件事情 就很重要了 是 柬埔寨他過去就是要幫忙做雲朗 絕對不是軍用的 絕對不是怎麼樣 可是呢 大家一看傻眼了 這差太多了吧 這原本這麼小小的 然後現在變那麼大 你防護堤還可以往外凸 而且往這麼凸是什麼 最重要是什麼 這個會是100公尺 到180公尺以上的大船 可以停泊的 這是航空母艦 然後你看這邊原本是草地 現在給我挖掉 變不知道擺什麼藍油 彈藥之類的 最關鍵的是什麼 他說這是我們只是幫柬埔寨的 問題是柬埔寨 有沒什麼強大的海區 柬埔寨有什麼海區 他們最巧合的船艦是50公尺長 對啊 那你怎麼會做這個呢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狀況呢 他們現在開始呢 又要強制的 因為就菲律賓小馬可士 已經偏向中國了嘛 所以呢 他開始在海上呢 開始用海狼造術 就開始來處理了 上次不是他們有一個對撞嗎 那美國不是說 你再有攻擊的話 我們要啟動 非美的共同防禦協定嗎 所以一艘船呢 他們繼續來攔了 然後這次多誇張 你不知道 11艘中國的艦艇 對上5艘民間租用 菲律賓要去運補的船隻 然後這些艦艇呢 海警船呢 又噴水 又阻攔 然後最後呢 他們的海警的 那個菲律賓的海警 還就會講說 總共碰到38艘 對啊 菲律賓登陸艦交 38艘船艦 破紀錄圍堵耶 對啊 那中國就是 因為它的船多嘛 所以各國是看 那中國現在就玩一件事情嘛 我船多 我民船也可以變成軍船 我的很多的民船鐵殼船 我照樣也可以騷擾你 它現在的一個重點就在於 如果在東海南海 這邊贏不了的話 我就直接的 把你的這個南海 通通搶下來 那我就佔有了優勢了